好 第二節又回到現在男女了 我們剛才講到13歲阿新加入了黑社會 15歲就開始他的新生活 什麼叫新生活呢 就是他逃離家裡離家出走 這個新生活也可以說他墮落的開始 好了 阿新 15歲你究竟做些什麼 我是一個很貪玩 斯文你說我很渴望自由 不喜歡被人基本的人 最終坐牢換來不自由 我15歲加入了和聲和學 之前離開了那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14K 那時候給大女社團問答 我們每個月都要給一些匯費 因為說得很冠冕堂望 就是說出來逛股壓 要打架 要買工具 預料給警察抓 要保釋金 要請律師 各方面 那我卡東西還沒卡到這個地步 我怎知道這些錢去了公司 他社團隊去哪裡 那為什麼我會離開 因為我不是住公屋 相對 他也不知道我住在哪裡 那我搬來了社區 是一旺角 那旺角在那些波樓裡 又認識了另外一班 後來成為我的好兄弟 那時候就最終離家出走 沒有讀書 我剛才說中三 加入了就做了一個 叫我好好聽 全職固滑仔 我自己認識了 其實我是一個賊來的 那沒有人會養你 沒有飯吃 就餓了 沒有地方睡 就睡波樓 那跟著 我從小都跟著大共的人玩 或者做賊的部分 都是老套也好 打劫也好 爆洩也好 都是簽罵他們的 那賺到錢的就是 剛才所提及的吃喝玩樂 喝酒吸毒各方面 那就是我的新生活 維持了十五歲至十七歲 那時未被人抓 未坐牢之前 但其實犯了很多事 只不過十六歲 那一次就打劫 和幾個兄弟 就是黑社會打劫回黑社會 哇你這樣 沒有東西的 其實有錢就可以了 那時十六歲 但那次就是我學得 第一次學了一課 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加入兩個社會 都是洗腦說 我們要講義氣 回警察館不可以出什麼兄弟的 那我真是相信 那次有輛私家車 有四百元玉刀 那如果 在座那麼多位 你把玉刀都不會 就這樣放在一個 建光寺的地方 就收起來了 但是警車來到 就很快找到四百元玉刀 同一時間 我們有個partner不見了 即所謂無間 回到警察館 那我就什麼都不說了 那當年的警察 就對著我這個 這麼瘦的十六歲的年輕人 招呼了一輪很舒服的了 那我什麼都沒有說 他就講義氣了 後來他就把我的partner的 口供字扔了出來 大家想到有什麼事了 我明白 他們說那四百元玉刀 是我放進去 其實不是我放的 但是當然我明白了 有一件事叫火童犯法的概念 即是他們有放 我知道會發生這件事 其實我一樣有罪 回到警察館 那我又說你最終很棒 在那裏睡了一個星期 整身沒有洗澡 沒有錢 沒有再去西貢的屋程教所 在地獄 又睡了一個星期 我記得就是 被阿Sir學到一隻狗 經歷了那時候冬天十十月 經歷了第一次的通貴 現在沒有通貴了 X-ray 睡在單人倉 被阿Sir學 然後幾度 因為我研究了 迫屋程教所 再加一個星期 那裏半個月 那時候不可以洗澡 要用那個 是否讓媽媽過來探望你 我媽媽不知道 我們現在出走了 是 幾度用那個狼狗鐘來洗澡 因為太醜 那次就上了阿火 就知道甚麼是義氣 還有甚麼是知道 YP仔的生活 你剛才說到 拉到警察館 他就招呼了你 說說怎樣招呼你 因為今時今日這個年代 未必做到那個年代的事情 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回到警察館 香港九龍新駕警署 都熟了 不是熟的 經常被人打 但我真正定了 再坐牢兩次 但那次比較深刻 因為真的被阿Sir 很好招呼 走到拳腳 其實沒甚麼特別的 就是拳腳 真的就這樣打下來 不像按摩嗎 但他有沒有理由打下來 是否你不招呼他 即不招呼他才打你 就算我不招呼他 可以先打嗎 那時候可以 其實我想從頭到尾都說不可以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父母打子女都不應該 因為在說可不可以 正如最近在說一些 關於懲教署或警察 我從來不覺得是可以的 以前老師打的學生是可以的 其實我也不覺得 一個人應該被人打 任何理由都不可以觀念 我為你好 應該是自小你幾歲大 已經覺得是不應該被人打的 因為我很著重尊重這些人 是 還有我不覺得打是可以工作的 等於那些媽媽和爸爸打 即是如果工作的話 打這麼多年 只會打散個關係 等於我媽媽都是打 打到我有個志願就離家出走 幫你建立了這個志願 她播了那些仇恨的種子 但當然現在我和媽媽關係很好 因為她在監獄裡 播一些愛的種子給我 明白明白 很好招呼了你之後就入了罪 入了罪判了多少年 她很好招呼完我之後就經歷了 剛剛快到了 我1989年的6月4日是星期日來的 接下來這個也是星期日 我就6月5、6、7、9都是上call 然後到10月再判 就判錯了半年間 我很幸運 我因為要拿報告的 就是判了定了罪 拿報告的時候 就入了壁屋 最近說得很昂貴 叫DCR 總之就是看你的行為 你拿到法官 還是我坐牢 還是沙罪 我和我日本人去沙罪 我就報告我要敲喘 我阻腳亂針 脫腳 那就不用去 我真的有這件事 我正在坐牢 我去了被屋懲教所坐 然後又過喜寧州的禮身懲教坐 我坐了四個月 實在半年不是一個很重的罪 你差點甚麼 可否具體說我差點甚麼 藏有攻擊性武器 就是這樣 我未打劫 打劫就可能16、16、16 即藏有已經半年了 他那時判 我就判錯了半年 其餘同案就殺罪 你不是說去做案嗎 其實你的案是未做成的 其實是想去做 未做成的 不是的 被人冤枉了 不是 行動之前搜到刀 行動之前 我們沒理由這麼低能堂說 我要打劫 你不只是做到我這件事 就做藏有攻擊性武器 那同時間只有你一個 有幾個 有幾個 都過得入 其餘判錯殺罪 有兩個 我想問 不知道是不是看得起多 我想問 其實會否有機會 你這個案子 是被人用來交數的 我真的斷正 斷正床行動的時候 沒有交數的 我真的有做這件事 是 但如你所說 你不會被人 怎麼說 不會這麼蠢 告訴別人 我會去做的 一定是 有些人會已經知道 而剛才你也說 其他的口供 已經是 都是做你的 我的夥伴說 那次把刀是我 放進去 但我們沒有再 再說一件事 我是有罪的 但我沒有說 我們沒有說 有去打劫 明白 甚麼都沒有說 總之 你罪到多少 就罪到多少 明白 明白 然後你進了 我們叫入拆 是嗎 我想問 很好奇 通櫃是怎樣通櫃 我相信收音機旁邊 很多人會知道甚麼事 但怎樣具體通 雖然現在已經成為歷史 當然除非… 現在沒有了 除非X-ray壞了就可以照通 簡單來說 那天我通過五次櫃 第一次 嘩 都很辛苦 因為不同 其實打擾痛的 更痛過通櫃 即是女士的 還要通陰道 其實最害怕就是 因為我十六歲完 又問你測官 那次還沒定罪 我們叫拋 下囚車 鎚魚 走進被虎情教所 裡面的醫院 我們叫做 脫下衣服 然後就等人來抄頭髮 尿耳仔 安檢 保安 被剪刀 抹大鈴槽 最後呢 冷了 但前面還有班人 排隊等通櫃 當有張椅 你就掘高屁屁屁屁 大安Sir 戴著手套就放進去 我做個比喻 其實 恐懼是甚麼呢 等於人家玩機動遊戲 玩跳樓機 過山車 見人喊到這麼害怕 早就很害怕 但當你玩下去 其實不是很便宜 相對 但通櫃的那一刻 就知道 其實到自己 到自己放進去 其實那一刻 心很不舒服 沒有了尊嚴 就在這裏追蹤 沒有尊嚴 你被陌生人放進去 手指到肛門裏面 當然那一刻 都會腳震了之後 還有 你入到聖教署 你就沒有了尊嚴 你叫你做甚麼 你就一剎 那個過程是多少秒 其實你跌高屁股 它是不會跟你說 我來了 不會的 那跌高就等 等得越來你就越害怕 你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來的 其實有種心理壓力 等於有些醫生幫人做一些手術 他不跟你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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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沒有選擇抽禮 即是他一隻手指還是兩隻手指 甚麼時候放 不知道 他不是這樣慢慢慢慢 可能這樣 計高一風 其實可能一兩秒 但那個過程恐懼 就是你在排隊 我第一次進去監獄 還有很羞辱 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故意的 是的 我覺得也是 可能看電影 或者聽很多說 其實他主要就是 希望在一個這樣的情況裏 令到囚犯 會是反思 去想為何自己要做這件事 會不會是這樣 我第一次 其實我不是吵 我是未被定罪 未被定罪 我是拋 我是游到警署 我再重新說一次 我被人拘捕了 去游到警署 接著上法 接著未有錢擔保 就坐去被屋懲教所 去到 我是未定罪 法官裁判未定罪 但那一刻通過 因為要安檢 他要做這件事 嚴教你講 我頭髮不用剪著 我定了一罪才剪頭髮 你說收辱那件事 我經歷的 是真是很羨慕的 即使只有判了坐牢 是極盡收辱之能事 以前 因為公道一點 不想別人誤導了 我一定說 現在的證監主席員 個個都是這樣 但我曾經經歷的 亦都少被老師打的 因為我說很流利的粗口 定了他去坐牢的 有一位姓陳的 正常退休應該二十幾三十年 二十八年前的事 就兩粒花 壁屋的一個倉 他叫我出去 我說完粗口 就刮了我巴 二樓刮地下聽到的 哇 這麼厲害 因為你家裡很靜的 是 壁屋那邊都很靜 即是一拍過來 地下都會聽到 即是很響的 其實 都可以聽到 那你們猜一下我要說什麼英文 謝謝 髒口 謝謝Sir 還不說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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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牢要很聰明 但是它是自然的反應 你無緣無故為何刮我一巴 滴屋 就爆她髒口 肥妹仔就真是聰明 完全知道要說些什麼 你去到那一下 你還不說 不是很自然的反應 打電話 搞什麼 還不說 那你只是填表 還要繼續 即是要在地下 要在地下 你去到那裡 你已經沒有你所有人生自由 沒錯 你只有一句 就是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是Yes Sir 還要很大聲 它是被弄的 沒有自由兼沒有尊嚴 沒錯 是嗎 我真是很有興趣 你剛才在咪後跟我們說 原來裏面有錢賺 阿嶺頭碎又經常問賺錢的東西 我是很興趣 坐牢怎麼賺錢 除了在那裡擠那些藤之外 我只知道有擠藤這件事 說一下裏面你的生活是怎樣 第二次坐牢才有機會賺錢 其實在坐牢的時候 是請教主 即是立上的錢 我們是有工資 但那些很濕稅而已 用來每個月涼期 用來買糖餅有用品 為什麼剛才在咪後跟你說 我第二次坐牢 有機會賺錢 我第二次坐牢 我從前後去過四個監獄 我第二次坐牢 就去過兩個青少年監獄 接著再去救也出去四年監獄 馬寶萍和唐福 現在馬寶萍和唐福 合併了叫唐福 唐福證教所 我很幸運地 又或者我很低調地地行事 去到一個很好的崗位 人家都爭取做叫做士多仔 即是衣服房的人 然後就做了我的士多王 即是最senior那個 即是說監犯裏面的人 需要些什麽 是需要和你去拿的 當然其實嚴格來說 可以問阿sir 但是監獄是另一個世界 有裏面的秩序 有社團的 都有社團控制的 有很好玩的 這個可能要講很久很久才講到 那我做過一位是可以 譬如一個茶蜜 即是兩口鐘 可以賣錢 一條新的底褲 可以賣錢 錢 即是煙 當一條底褲買煙筒 當也不是實際 是十支煙這樣計 那兩條就是一包 那可能當時的市價呢 十包煙值到一千元港幣 那我拿了十包煙 你們用我拿底褲 十包煙在這裏 那一千元 我就可以賣給你 那你怎樣給錢我呢 你就有出面 或者叫出票 你在外面找你家人 或者有人 有入錢 給我的戶口 我指定戶口 那我就賺到一千元 那我這麼多東西賣 當然是犯法 那或者把我找到煙 在裏面做放鬆的 那我一條煙 就變了很多條煙 或者我撈外圍的 賭球賭馬 借錢給人家 就賺到錢 我對上那一手 我聽別人告訴我 就賺到十萬元 那時1993年 不過我就沒有 原來坐牢也是個相機 不是 這個我看 看電影 對不起 經常看電影 所以我完全知道他們 其實我經常覺得 為何看電影 和真實 究竟最相差 最遠的地方 是甚麼 好像這一類 其實都挺像的 都會講到很多資料 又或者最近比較Hit那套電影 爭議性比較大的 叫同酬 就說沙咀懲教所 究竟為何會說 阿sir虐待那些囚犯 我想是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有真實的一面 有戲劇成品的一面 我只可以代表 他就說 我經歷過的 譬如YP仔經歷生活 就是有多嚴格 承認監獄就要有多奸險 只可以這樣說 其實為何我問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 譬如 如果朋友 有聽我們這個節目 他會知道 原來他裏面是這麼奸險 但如果真的沒有機會看的時候 沒有機會聽的時候 希望有一些可以讓他知道 其實那些年輕一點的小朋友 想讓他知道 其實這個不是真的演戲的 我們有人確認過 這個情況是很相似真實的 所以有時候都會想問一下這個 好像很蠢的問題 那如果你說看到官方的 就是看看鐵山邊緣 那些是港台那些 那如果你說 譬如說想更厲害的正義人監獄 有一個世界 監獄風雲 都很真的 同籌 是的 監獄風雲那些人也有看過 所以我真的沒有說過 不是戲劇才是這樣的 是的 這些監獄新聞都描繪得真 當然有很多戲劇的成分 可能一天有少時坐牢 其實可能沒有東西很平淡 但若然青少年監獄的 都要警告的 因為我那天坐牢就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事關的時候有很多越南難民 有南語有北語 每天都被我響鐘 又打架 上上一堂 就是學習 因為我一就 一個上就當作工作 下就就是讀書 第二天上就讀書 下就工作 讀書 中生監禁的那些 就真的讀到讀 degree 但那些短的 或者不是讀的 就是在那裡戲劇 那他們就上上一堂打架 言之不插頸 洗澡又打 暴粗又打 我們有來自不同地方的直觀 比如可能湖南湖北 河南河北 講國語 有英格蘭的人 有巴基斯坦 就是聯合國 我那次經歷到 所以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監獄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地方 學習和相處 學習引來 不同的耕素 也有不同的性格 你要醒醒目目觀察 這一間的工廠 話關你了 粗好一點 那我想問 你都說你曾經是享受過幾個監獄 設備裏面的設施 那有沒有享受 經歷過 阿君阿sir 我想問你有沒有認識到 那些大日物在裏面 那些重案的大日物 我最記得那時坐牢 我看到葉繼歡被通緝那張照片 在職員 在阿sir 那個辦公室那裏 簽著有些通緝的犯 那時還沒抓到 還沒抓到的 還沒抓到的 但是當然有認識一些 那些中生監禁犯 又或者是一些重犯的 其實會不會好像 有些真的 初初下監 好像你們這些年紀 他會有病 不知情是已經病死了 我沒見過 但其實沒什麽特別 那監獄會死人 全面都會死人 但是監獄的人 通常都很健康 又沒有酒又沒有毒品 我這麽瘦都肥了 在裏面 因為吃東西有營養 營養師 但那些很難吃 很難吃 小油小鹽 白灑也有 很多東西很簡單 因為你不是生活 是生存 但其實那些菜單 營養師是先量度定 是 還有早睡 早起床 我第二次坐牢 又要做運動 所以很多人都很健康 第一次坐牢 坐了多久 判六個月 坐四個月 第二次判兩年 就坐十六個月 好了 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捧場 一會回來會錄第三部